我们现在还是多幸福 电子产品 各种玩具 应有尽用 什么都可以了 可能随着时代玩的程度不一样 回到过去 其实我们的爷爷奶奶那边也在玩 爸爸妈妈那边也在玩 我们这辈也在玩 生活当中离不开玩这一个字 可是50年代他们玩什么呀 50年代这个咱们没经历过 咱们可以回想一下 先问一下两位快乐嘉宾 感觉一下我们50年代 爷爷奶奶那辈那个人 那个时代 他们都在玩什么 这个50年代应该是艾伦比较了解 因为他赶上了50后的尾巴嘛 好 来 尤其是艾爷爷呢 来 艾先生 我当年玩土玩的比较多 玩土 淘土啊 是就是基本 对 货泥 货泥 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 我觉得应该是玩什么 应该是丢手卷吧 这应该是一个传统的游戏的一个 你看艾伦老师 你小时候还玩丢手卷呢 一输的时候那种状态就特别娘 我们都玩丢手卷之类的 我都有点瘦不了 是啊 我这么迷的那个 丢手卷糦 还有吗 什么 斗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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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玩过的举手 不是 艾伦 你能玩点盐味点的游戏吗 我这是替乔尔说的 我是替乔尔说的 这个我都没玩过小时候 是是是 我小时候就是接触 就是iPad还有计算机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90后吗 来 你上叔叔这玩 来 来 来 我叔叔真想抱抱着你 来来来 我这有你上叔叔这来玩 来 这样 刚刚说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提议 就是艾伦老师说了 哎 斗鸡 这个我小时候是玩过的 不是 我见都没见过 你没见过是吧 这回你算开了眼了